去位探索讯还记得,去年那颗在太空中旋转的金箍棒吗? 它是一颗以38公里每秒速度接近地球的小行星,在经过太阳引力再次加速后,速度变得快得离谱,它以飞船4倍以上速度穿越太阳系,只有那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已经离去。 真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因为它比人类任何飞行器都要快,甚至比子弹速度快50倍,没谁能拦得住它。 2017年11月份,科学家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Noamela,它长度约为400米,宽度却只有40米,每隔7个小时旋转一圈,因此说它是金箍棒暂时和不过。 去年,科学家就发现它是一颗曾经在银河系那个大星系中游荡了数百万年的金箍棒。 来自欧空学天文学家马克米凯利表明,虽然金箍棒运行轨道不是自由落体运动,但每经过一颗大行星球,金箍棒就得到一次加速的机会,因此离开太阳系的速度可能超过50公里每秒。 尽管它已经远离我们,但来自海德堡马克斯普朗克天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仍然使用太空中的盖亚飞船对这颗金箍棒继续进行追踪。 在经过对它整整一年的观测和研究后,终于锁定了这颗金箍棒的家乡。 又在直径达16万光年的银河系内,找了一颗直径,只有400米金箍棒的老家。 事实上难度跟大海捞针一样,但是也有科学家去做到了。 马克斯普朗克天文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使用盖亚飞船数据,成功地找到了四颗能配对金箍棒的恒星,并肯定了金箍棒以及高速度在太空中穿越了100万米以上。 科学家精确地估算了金箍棒最初方向和它进入太阳系的速度,以及它再来的路上遇到星球的组合以力对轨迹的影响。 科学家追踪到大约有4500颗恒星成为了金箍棒老家的候选者。 估算数据显示,这4500颗恒星都可能近距离接触过金箍棒,影响了金箍棒的飞行轨迹,并对它进行4500次加速。 以至于它的穿越速度快到逆天,在经过层层筛选后,4K恒星最终成为金箍棒的家乡候选者。 其中的一个候选者是距离地球,1.96光年的红矮星HIP-3757,大约在100万年前,金箍棒可能被形成初期的行星踢了一脚,直接被弹射出星系,当时刚出星系时金箍棒飞行速度并不快。 它现在的高速度是后期加速所致。 另一个候选者是HP-292249,一个与太阳相似距离地球7.5光年左右的星系,其他两个高是距离更远的候选者。 尽管科学家对金箍棒、家乡的研究,还是处在一只班级境地,不过科学家将会继续深入研究,希望能把金箍棒找到回家的路。 更有趣科学探索内容请关注唯一的,有趣探索,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